新竹工程师在休赛季发生了不少事情 先是选秀状元成为空气 加盟了T1的台湾云豹 后又有林秉胜违约问题 2023年10月5号 新竹工程师官宣了新洋将克拉的加入 克拉也是工程师在休赛季补强的第三位洋将 这部影片简单的介绍一下 新竹工程师的新洋将克拉 克拉今年35岁 身高209公分 体重106公斤 来自美国的纽泽西州 主要位置为大前锋 克拉在大三赛季出 就宣布会放弃大四赛季 并投入NBA选秀 克拉大三赛季在NCAA 留下场均14.2分 8.7篮板 2009年NBA选秀 克拉在第一轮第14寸位 被奉还成太阳选中 并开始在NBA出赛 克拉在太阳队出赛51场比赛 场均上场7.5分钟 角出场均2.7分 1.2篮板的成绩 2010年12月 太阳队将克拉交易者奥兰多魔术 克拉在奥兰多魔术 带了两个赛季 2010-11赛季 克拉出赛33场 场均4.1分 2.5篮板 2011-12赛季 克拉出赛45场 场均2.7分 2.8篮板 2012年8月 克拉在一笔四方交易中 转队至洛杉矶湖人 2013年1月 克拉打出转队到湖人后的代表座 在湖人队上马赛的比赛中 克拉上场27分钟 拿下22分 13篮板 2013年球季 湖人阵中常人 哈尔 卡兽 以及 托登黑尔相继受伤 而克拉也得到了教练的重用 整季出赛59场 有36场已先发上阵 场均上场时间 23.1分钟 角度场均7.3分 5.5篮板的表现 赛季结束后 克拉成为自由球员 2013年7月 克拉与克里富然骑士签约 2013-14赛季 克拉在骑士队也获得不少上场机会 整季出赏45场 其中17场为先发 场均上时间15.5分钟 留下场均5.2分 2.8篮板的表现 2014年2月 克拉再度遭到了交易 克拉被骑士队交易至了费城76人 到了费城76人后 克拉一场比赛都没打 就被76人队裁掉 被裁掉后 克拉与纽约尼克签了两次的10天合约 在尼克队 克拉上场9场比赛 场均上时间仅剩7.8分钟 场均2.6分 1.8篮板 第二份10天合约结束后 克拉没有被尼克队续约 2014年9月25号 克拉与曼菲斯灰熊签约 不过在10月22号就遭到了裁掉 被裁掉后 克拉与修士盾火箭签约 不过在三天后就再度遭到了裁掉 2014年12月 克拉前往CBA打球 加入了山东金星 在山东金星 克拉出赛19场比赛 留下场均26.7分 10.3篮板 2015年3月 克拉与布鲁克林篮网签下10天合约 并在4月转为正式合约 克拉在篮网出赛10场 留下场均2.4分 2.3篮板 2015年8月 克拉遭到篮网队裁掉 2015到2023年间 克拉整整效力于土耳其 波多黎各 西班牙等职业篮球联赛 期间也有短暂的回到NBA发展联盟 2022年8月 克拉与PBA的公路勇士队签约 作为球队2022到2023年PBA委员杯的外援 在PBA委员杯赛事中 克拉场均能贡献31.9分 15.9篮板 以上就是新竹共产师新洋匠克拉的简介 克拉在NBA的表现 当年有看Kobe比赛的人 多少会有影响 各位对新洋匠克拉 及共产师修赛季的补强 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